一生休闲 百地姿态和小朋友互动 他是泰王儿子瓦查勒颂 时隔27年回到家乡 开心之情 易于言表 瓦查勒颂是泰王瓦吉拉龙公 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四个儿子之一 前几天惊喜先生曼谷机场 就引起泰国社会哄动 目前任职与美国纽约律师事务所 7号县市前往寺庙参拜 8号走访王室辅助的 弱势家庭儿童招呼中心 行程满堂 崭信亲民 受到民众热情欢迎 连书章号已累计超过9万人追踪 一张在曼谷乘坐嘟嘟车的照片 一天吸引破4万个赞 显见高人气 1996年因妈妈被泰王指控不中 母子五人流放海外 瓦查勒颂虽然没有王室头衔 但仍然保有王孙地位 泰国王室正逢多世之秋 44岁长公主帕查拉吉蒂亚帕 去年12月以来陷入昏迷 而拥有第一继承权的提邦公王子 从小就患有自闭症 长大后克服学习障碍 提邦公王子近期也平平露面 会面高僧 游览寺庙 时机凑桥与瓦查勒颂虎别苗头 泰王至今未指明下任继承者 是否上演王子复仇记 外界格外瞩目 三连新闻全部报道